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家里的冷气有点问题 所以我请原厂冷气师傅来家里维修 当时我看到他们手拿着电动螺丝起子 工作起来感觉非常的有效率 想不到现在手拿电动螺丝起子进步那么大 光靠3.6V小电力转起螺丝来拆解会那么的顺手啊 所以我马上在虾皮购网站大约找了一下 买一支口碑还不错的中阶等级电动螺丝起子 而且价格也不贵 大约在690元上下韩运寄到家来测试看看 但我还是建议 如果你是用来工作当身材器具用 能买高阶日本式贵一点的电动螺丝起子 绝对更好也能减少故障问题帮你多赚一点 好,现在来看看我买的电动螺丝起子 我买的是现在很多人在卖的贴牌机 只因为我买了这家配置的十字起子头 感觉品质还不错 我也顺便再加购一些大小长短起子头来省运费 嗯,目前第一眼看到这贴牌机电动螺丝起子 整体包装质感真的不会太差哦 这包装水准应该可以打发七成以上贴牌机也不为过 该有的产品细节介绍都有印在上面 让贴牌厂商真的省事很多 而在盒子正面就是不免俗的大大印上产品食物照片 中间也清楚标上产品名称 左下方也有说明它是可以用USB来充电 使用3.6V可充电式锂电池和多国认证规范 在背后则是产品规格介绍 几乎该说明的东西都没有少 只要再贴上自家的商标logo 就马上变身为自家产品 算是非常用心的包装设计 接下来再打开上盖 里面有电动螺丝起子本体一支 110mm PH2 1⁄4英寸双头14起子 和一条USB Type-A转Type-C充电线 它的总长度大约有50公分 对于工作上使用充电 可能有点短 建议是自己再找长一点的线材使用 会更方便一点 在盒子底部也没有放任何保固卡 或是使用说明书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角 电动螺丝起子 嗯...依大众贴牌产品来说 这一支的做工品质真的不差哦 难怪大家都会放心拿来贴自己品牌使用 在握杆和指滑橡胶上 该注意到的细节都没有少 只是当我把手握在这顶端 秋心把手 会有一种手排车的排档感 那种熟悉热血感 我又刚好买红色款 只是20多年前的本田魂 再次从我的记忆中跳出来 真是美好的回忆啊 但也因为这顶端大球 手握在手动转动锁紧螺丝 会有卡卡不顺感 使用上不太好出力抓握 对手小的女生也可能会有点吃力 所以建议小手的使用者在使用前 一定要充饱电自动转动螺丝 如果想全部手动转就别想太多了 宁可再多等一个小时充饱电后再使用 而它的充电孔有附上防尘盖和防脱落设计 真的大大加分不少哦 不错不错 而当你插上Type-C充电时 它的电源指示灯为红色 大约60分钟充饱电 会自动转换成绿色灯表示充饱 也是大约可以使用200分钟 充电电压为5V 1A 它的使用充电电池是3.6V 900mAh 18350充电锂电池 目前我查看晚拍上要找这款电池也不会太难 所以我预计在过宝应该可以再拍一集自己DIY换电池的影片 但请注意当你在充电时 它可是无法边充电边使用 你只能拔掉充电插头 它才能启动正常使用 所以最好在工作前 记得自行先把螺丝起始充饱电 而在手把中间也有预留吊绳挂孔 方便你在高处作业预防掉落 接下来在启动按键是用左右区分 按右边则是顺时针锁紧 左边则是逆时针放松 在使用时前方还有小小一颗LED灯 会同时亮起辅助照明使用 可是我必须老实告诉大家 它的照明效果真的有限 几乎等于没有什么效果 常常照不到前方螺丝位置 反而四周不重要的地方倒是照得很亮 唉…真的让我很无言以对 在起子接头为快托设计 只要向前推进就能瞬间抽换好起子头 相当方便快速设计 而它的起子头规格是用四分之英寸 3.6mm线性使用9.5mm勾槽来固定 它的最大转速有280rpm 电动扭力有3牛顿 手动扭力有10牛顿 在日常生活DIY组装都算够用 再来是这厂商配置的起子头 使用台湾新型高硬度 刚才黑金防锈涂层 自带磁机式 特殊扭力区耐冲极腰升设计 降低断裂和增加耐用度 减少划牙几率 我也因为是看上这起子头高品质说明 才会选择这一家来购买 那大致开箱介绍就到这里 快的上手测试转动螺丝的效果吧 这次测试我们直接狠一点来钻木板测试 通常这只有3.6V的电动螺丝起子厂商一定会告诉你 不要用在钻木头或是钻孔上使用 很容易会伤到电机马达 所以请大家看我测试就好 不要再加自行测试 同时我也拿我最常用的小米吉伦螺丝起子 一起来比较测试 而使用的木头螺丝钉是全芯3公分长度 木板厚度为1.7公分的实心组合板 首先用小米吉伦螺丝起子手转测试 但我也必须诚实告诉大家 我是必须大力推压到8层力气手转极轮螺丝起子 木头螺丝才能慢慢钻孔下去 但这种力道可能对一般小女生来说太吃重一点 大约钻3个孔就差不多没有力了 更别说是要再把螺丝推出来拆掉 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再来是电动螺丝起子测试 哇我的妈呀 这种感觉和钻豆腐一样 轻轻一压就自己把螺丝带入真是轻松自如啊 连反转拆下螺丝也是丝斑顺滑一气合成 想不到现在电动螺丝起子进步那么多啊 真的和我早期购买没有力 又长长不够电力不能相比啊 但是在手动转动感觉就真的不太好 完全不好握着 失利点的头做的真的太大了 不好全力握使出力转动 这时改用极轮螺丝起子反而比较好用 唉我只能说有一好没两好啦 依它的售价和表现我觉得应该可以接受了 但到我手上测试也不能这样简单的结束对吧 于是我又努力一直钻啊钻啊钻 大约钻出十多个孔后开始出现扭力不足的现象 钻到一半会自动断电停止转动 我想这可能是它内部电机马达温度太高出现温控保护 来避免电机马达过热而烧掉卡式 因为我也在试着把螺丝钻到已开孔的位置 它是可以顺顺的钻到底哦 完全正常使用一点问题也没有 所以这钻用的工具还是尽量让它专门使用啦 超出它的范围能力也只能摆烂罢工给你看 那最后这样整体测试下来的结果 我觉得目前的电动螺丝几次效能真的比以前强太多了 只要专门用在锁螺丝拆解上都是非常好用 技术性也不太高 花个690元买一只放在家里使用 负担也不会太重 只要你别忘了帮它充电 它都可以完美解决你DIY锁螺丝工作 但如果你想用它来手转螺丝使用 我真的建议你别想太多放弃吧 还是老老实实花个60分钟等待起把它充饱垫后 再来开始工作使用才能减少你手转到手掌涨水泡的机会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使用过类似产品的电动螺丝几次 记得要分享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知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by bwd6